我完全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来施工 这不是饶人听梦吗 既然被吵醒了那就来录一期视频吧 我也非常不想熬夜啊 但是今天没办法呀 大家想想凌晨一点半最适合干什么 我想没有什么比来一顿夜宵更合适的了吧 安排 打开外卖软件 炸鸡烧烤小龙虾烧烤汉堡 哇全都是老一套啊 麻辣烫卷饼炉煮火烧 没有我喜欢吃的东西 勾魂臭豆腐烤冷面 大碗上来一份臭豆腐应该是挺过瘾的吧 直接来一份臭豆腐加烤冷面 冷面要香辣 然后臭豆腐微辣好心就这样 只要19块8 接下来就静静的等待外卖小哥的到来 但是这个视频如果只吃个臭豆腐是不是太水了 正好我还剩了很多叶蛋 没有发挥它的作用 所以等一下我们来做一个叶蛋臭豆腐 看看味道怎么样 被叶蛋浸泡过的臭豆腐 不知道它是会更硬呢 还是更臭呢 哇终于送来了 这是一份烤冷面 这是一份超大的臭豆腐 我的天哪里面好多汁水啊 看一下 又要犯罪了 我们先把这个重磅的臭豆腐放在一边 把这个烤冷面先吃掉 看着也是非常不错的 整整齐齐 挺辣的 这个辣度差出了我的想象 我点的是烤冷面香辣 香辣就这么辣吧 大家有没有事在半夜看视频的 给你们吃一口 脏嘴 好了 太满足了 烤冷面已经全部解决 那接下来我们制作叶蛋臭豆腐 我们正好用这个烤冷面的盒子 把这个臭豆腐给分成两份 一份原装的 一份叶蛋的 我们来对比一下 看看哪一个更好吃 我的天哪 这看着太诱人了 来吃一个 倒进去 哇 被叶蛋浸泡过后 这个臭豆腐的样子 变得非常的恶心 然后之前的那种香味 臭味都没了 我来品尝一个 站在一起了 很难想象我嘎嘣嘎嘣的在吃臭豆腐 那么这个味道呢 完全失去了臭豆腐本该有的那种臭味香味 还有那种咬在嘴里 爆汁爆浆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叶蛋臭豆腐 非常难吃 哎 多好的臭豆腐被我糟蹋了 看看几家都是冰块 它本身这个汤汁都结成冰了 再吃一个吧 最多吃两个 多了肯定都吃不下 哇 这感觉太奇怪了 因为这个已经融化了一半 还有一半是结冰的状态 一半是那种嚼着可以爆汁的状态 所以你的口腔里面一半爆汁 一半冰冻 哇 你能想象出来吗 我发誓这个叶蛋臭豆腐 是我吃过最难吃的臭豆腐 赶紧吃两块正常的缓一缓 其实本身它这个臭豆腐的味道 真的非常不错 看一下 嘴巴张开 来来来 我的天哪 现在已经2点22了 从我被吵醒到现在已经一个小时了 每天还要早起 那我们再见吧 我要睡觉了